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感恩天帝 感恩導師 導師好 還有各位MV前直播的朋友 還有各位現場可愛的超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好 一個禮拜過得好快 又見面了 今年也是過得很快 現在已經有三月了 老師呢 其實在過年晚的那一次網路共修 就是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對我們人生的目標 要做一些設定 那這個呢 其實如果你有參加那一堂網路共修 應該就是要說去 那一堂課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設定有沒有 你不曉得人生要過怎樣程度 其實你人生就會 沒辦法按照你所想往前進 所以老師一直強調說這個 設定的重要這樣 那當然設定目標不能設定得太遠 就是說你可能過了一年才那個執行這樣 這樣你不行 你目標也會設定太小這樣 設定你這樣能夠達成一個目標這樣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努力去做 來做一些共振 那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心中 想要做的一些目標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歡迎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展開自己的設定這樣 因為我們在超法系統裡面呢 我們講的是聖凡雙修 什麼叫聖凡雙修 凡就是紅塵嘛 就紅塵中一定是自己能夠 希望能夠越來越好嘛 那人生的各主體都要能夠圓滿這樣 就是紅塵中的環境這樣 那聖凡呢 聖凡只說你的靈命的提升 裡面提升你一直提升 一直提升有沒有 或許你的未來的出入有沒有 可能就不是在 下一個字要來當人這樣 這就是聖凡 那我們叫聖凡雙修這樣 那聖凡雙修有沒有 其實在很多的一些 就是在一個修行有沒有 其實他們都是要這樣講求 那我們在超法系統也是一樣 因為你有在修這個聖凡有沒有 修著修著你的環境會越來越順 所以我們都有一些目標來做一個設定 那希望能夠一起來營造 來共振這樣 那今天非常感恩大家也能夠來這邊 一起來共振 那這個共振有沒有 是就是說是要怎麼樣程度叫共振呢 就是說希望我們這個彼此的一個頻率能夠一致這樣 就是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影片這樣 有一個影片啊 他是這個有很多節拍器有沒有 調音器這樣 那每一個節拍器的那個頻率都不一樣這樣 可是就給他擺著有沒有 那開始他就開始共振共振共振 三十幾個節拍器 到最後就那個頻率就一致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來這邊共振有沒有 我們都是一個善的一個種子這樣 來這邊那透過他對一些 這個我們彼此愛跟感恩的一個分享有沒有 這個頻率慢慢調整調整 我們的頻率就是會 變成一個善的一個循環的一個頻率這樣 那對你的身心靈都會變得越來越好這樣 所以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會來這邊共振嘛 而且共振著共振著有沒有 你不要想看這個威力喔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人越來越多 這個威力是很強的 可能你在瞬間啊 或是說你這個參加完之後有沒有 你的身心靈的某一方面能量不通的 馬上可能就 因為這樣子就 通了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老師一直很強調說這個 共振的一個重要性這樣嗎 有時候你自己在家裡 看書院 也沒辦法有這個共振這樣 因為不是一個人來共振這樣 5296L1 那個L1 5296 剛好我們家人 麻煩你來 看你的車子 謝謝 好 那所以 這邊就跟大家講一下 共振是非常重要 那大家一起在這邊共振有沒有 那無非是希望我們這個頻率能夠 越來越有正能量 越來越幸福這樣 然後往這個方向來前進這樣 所以 這個設定也很重要 那因為我們接下來 已經開始要陸續展開一些 這個活動了 那 那個 就是 我們講說就是 老師幫我們搭建了一個 夢想舞台 那就要展開這樣 那這夢想舞台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 其實全神哥已經開始 從這個分享會就開始了 那分享會 我們最近的一場就是在園� 園嶽就是在3月24號 園嶽 園嶽就是在3月24號 大家可能都住台南 你如果說剛好那一天3月24號去 就是有空去園嶽有沒有 你可以參加這個園嶽場 但是如果說你沒辦法去 那你可能住那邊的朋友 那你可以邀約你朋友一起來參加 這個園嶽場的一個 愛嶽感人驚喜分享會 那在園嶽的眼睛廳在3月24號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 2點到5點 等一下我們這個 因為上次也有發 這個愛嶽感人驚喜分享會 這個一頁有發給大家 那其實這一場就可以來參加了 那在下一場呢是 中立場 在3月31號 在古華的八園飯店 那是 星期天的下午2點到5點 如果你有中立的親人或朋友 也是可以邀約他來參加 因為我們現在共振有沒有 我們就是全台灣 大家一起共振這樣 就沒有直線於台南這樣 那我們台南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台南是在4月21號 4月21號 他這天我寄我去找 這天是我摸的生意 我寄我去找 我寄我這天 怎麼這麼厲害 我也不曉得 這個 在那個台南的那個 清訂問宴城堡 有看過 我這次高規格 你知道嗎 台南 這個有史以來 我們特別找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場所這樣 那我們好好 要給他共振一下 我們想說那邊 在5樓 這個宴會廳這樣 那有整面的一個電視牆這樣 那我們希望能夠共振到 1000人這樣 這個就是大家一起來 來成就這個孟小母台 那 離我們現在大概還有大概 一個多月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 進行的邀約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聖帆松修 你在邀約這個就是在幫自己 聯機得資 你邀約著 因為幫助他的靈命提升 你自己的資料會聯機 那你也會提升這樣 所以 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 所以4月21號這一天 大家可以把握一下 那在 在 永康這個 情境會員是幫永康管 這個在 交流到旁邊而已 所以 交通也非常方便 那在我們西嶺這邊 當天我們也有 就是家人 他非常善心 他也有 這個遊覽車 要從這邊出發 然後我們那天會 到那個安平有沒有 早上稍微玩玩下 然後 中午吃個飯 然後下 中午晚之後 就下午就會到這邊 來參加這個 我們的一個愛感的 進行分享會 那剛才有跟大家講過這個原理的嗎 共振 人家說 人家說 跟他 好能量要多共振 你如果說要壞能量 幹嘛跟他共振 如果說這一群人很會抱怨 要不要先跟他共振 真的不要 因為我們現在都民聊這種 共振的原理 你如果 跟很多人 然後他一直在抱怨 然後這種 很不愉快心情不好有沒有 你就跟他參理有沒有 不好意思 你的能量就是會被他一直往下拉這樣 然後到最後這個 可能就會狀況連連這樣 諸事會不順這樣 因為你能量才被拉下去的 我們今天是往好的來共振這樣 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都是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共振的活動這樣 那當然 六月十五號十六號是導師的一個 這個講座跟一個實修實驗的課程 那這個之後我們已經開始在接融了 那也歡迎大家來做報名這樣 那我們 有這個就是接融的部分 大家如果說你不會接融 趕快再請問我們比較資深的這個家人 那他會跟大家講這樣 好我先 但是一開始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 的一些 夢想舞台的活動的部分 因為 我覺得我們來心裡這邊的家人 分享都很精彩 我常常現在要講 聽不懂 沒時間有人講 你知道嗎 沒時間講 就突然就結束了這樣 那所以我今天就 一剛才就先跟大家講清楚 那所以這些活動都很重要 那也很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因為從現在開始 也希望大家能夠加入這個聖房雙修 讓自己能夠做個實驗這樣 因為你來做個實驗有沒有 你也來參與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真的會帶動你的這個紅塵中的鏡 就會一直不斷在改變這樣 再加上你自己的實修實驗 每天這個功課都有做到這樣 那這樣就是真的會轉動的很快這樣 就不會說 那你覺得爸爸怎麼回答 那你覺得怎麼回答 有時候轉的比較慢 不見得是沒有在走這樣 那我們希望能夠轉快一點 就是要配合我們現在這樣的 有的一個活動 你就給他試看看這樣 真的一試下來 有沒有 哇真的是很不得了這樣 那下次又要由你來分享這樣 好 那今天有這個也有新來的家人 來跟我們做一個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有哪個自我新來的家人 有哪個自我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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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帶來個大家共睹 因為我聽說他姐說那邊的能量 非常地慘 不敢啊 謝謝大家 然後 我先來講 謝謝 好 謝謝 就是剛好有這個機會 邀約他來新營 那他平常是參加這個 禮拜二的友康場 這邊的一個經驗會這樣 禮拜晚上 現在同一時間 在友康有一個經驗會 我們就彼此在共振這樣 那他剛好今天有這個機會 要一起來參加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 聽他是如何交了我們超忙 那這個神奇的故事 我們再鼓掌 給他歡迎 那還有新的家人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剛好 今天也有來三次的一個家人 有沒有 我們會贈送他 超級英國病房 跟原來富有很簡單 那是李慶寧 李大哥 來 恭喜 那是余承美 恭喜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研讀這個 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那因為上次我們是研讀這個 原來富有很簡單這一本 這本大家都知道 猜什麼密碼這一本 都有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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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研讀這本書 我們就先 因為這封面上次也有介紹過 那我們就不再念了 那這個太陽色導師的一個簡介有沒有 就翻過來這樣 那太陽色導師呢 他是主修電機工程 現在離居美 他現在做拉斯維加斯 剛好我們這禮拜 也有拉斯維加斯要出發這樣 在這禮拜四這樣 那其實這個是很恭喜他們 能夠去那邊求一個法這樣 那我們看這兒的導師呢 他是十四歲是由一個教入門 那 就開始幾十年的一個心靈追尋之旅 那在2005年奇遇恩斯不認居 那所以開啟他靈性的管道這樣 所以從此呢就是 他靈性程式有突破性的提升這樣 然後在2010年就寫了這本書 然後超級生命密碼 那這本書就是我們的生命使用手冊 那也是我們的能量管理手冊 那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滿滿的正能量有沒有 其實你就是會能夠幸福美滿這樣 那如果你是負能量滿滿 那你就是諸死不順這樣 所以我們是無死不克 所以只要檢視自己的能量場 是不是屬於那種正能量的狀態這樣 這個是我們在加入我們超級生命密碼系統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自己要察覺這樣 好那我們再來念 我們來一起念這個第三頁 因為我們也是在讀這頁書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解釋一下 我們到底人生的每一個主題 是不是都圓滿了 你必須擁有病灌通這本書 我們一起來念 好 你如父母你下 今生擁有疑戀豐富成就 全家人身體健康平安 無災悲兵所苦 事業工作均能順利得益 財務自由萬事俱逐 生活富有欣賞事成 婚姻愛情隨時甜蜜 貴人顯現難題悠儉 不再被任何煩惱折騰 遠離小人的各種獨愛 跳過任何瓶頸或困窮 事業享受天地之愛 家庭幸福合理晨氣 居住環境四周平安吉祥 靈離友善社會和諧 世界無災天下太平 好 我們如果能夠貫通這本書 那你人生的每一個主題 其實都會獲得一個圓滿這樣 那這邊包含了一個事業 包含了一個你自己的一個生活 要不要負責這樣 那婚姻愛情 是不是都是所謂這種甜蜜的狀態 然後是不是有多煩惱可以被排解 所以這個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 家庭幸福而立成器 那希望都能夠得到天地的祝福 跟加持 那從此呢就是我們能夠 世界無災天下太平的 所以我們這一本書十六章九個方法 就在幫助我們在人生的每一個主題 都能夠得到圓滿這樣 其實我們上次有講說這個 如果說你這個婚姻愛情想要更甜蜜 你應該要看哪一章 第八章 現在請求你 你不用求了 你給我看 你坐下看完 你可以如何 我們這是這樣 我們這書就先把它看完 我們把書把它看完 依照次序把它看完 然後看完之後 我們這書裡面都有方法 就是我們的心法 可以開始作這樣 我剛才只是舉例第八章 是這個你婚姻要甜蜜有沒有 可以用第八章的心法 但是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步驟一二三 每天要先做的 幾乎每天都要做 那你其他時間才來做 其他章的一個心法這樣 那最基本的步驟一二三 就是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步驟一就是唱鬼家發願 在哪一章 第六章 你看大家都已經越經濟越熟悉了 那步驟二呢 就是我們的愛、感恩 在哪一章 在第四章 那第三 在步驟三呢 是我們今天派能量生的哪一章 第七章 第七章 就是第六章、第四章、第七章 所以你把整本書 按照次序把它看完之後 就可以開始來做心法這樣 做心法你就會有一些體會這樣 當然老師有講說我們的功課 不只是說做心法 那其實每天要念一起地址規 也很重要這樣 我們總共有幾項功課呢 十二項功課 我有PO在那個心影的群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 當然一剛開始有沒有 我們希望說你功課 你盡量要每項都做到這樣 你慢慢調整調整有沒有 其實就是會從中就會收音 讓你每項功課都會做到這樣 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做的有沒有 你等一下會後都可以留下來 因為我們既然要幸福了 我們既然要美滿嘛 那當然你每天你可能花大概幾十分鐘的時間 去把這些功課完成有沒有 你從這邊就可以有很多體會這樣 慢慢的你自己的身體 就不會有些調整跟改變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念這個第七章 第七章 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接收太陽的能量這一章 那我們念第幾段呢 沒有它是我們上次已經有念到了那個 在第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所以我們這邊 106這邊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就是在106頁這裡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套空的東西拿來運用 如果你是在200的話就是在108這樣 那有些可能在104 106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套空的東西拿來運用 好 好 有沒有看到嗎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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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 都找到了 那我們剛開始有沒有 我們先請這個 佳雲 先來幫我們念前兩段 來幫我們製作分享 好 有看到嗎 100 昨天 是因為在你的正能量產 產生了從10末之後 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不過一個很重要的成績 是我們如果要從太陽光光那裡 接收到它那巨大溫暖有效的正能量 我們必須要達到一個接收點的基本要求 你必須要有前面我們所說的那兩項生命的重要密碼 愛與感恩 若沒有這兩項密碼 哪怕是誰將方法告訴你 你照著去做 也沒有辦法接收太陽光光的正能量 並且轉化到你的身體 而這兩項愛與感恩的密碼 它是一種物質 可以有效幫助能量反彈或是特別進行的能量 所以我們內心深處要非常清楚 也知道 如果隨時都能接收到太陽光光的正能量 在這個地球上或人世間 沒有什麼樣的難題 也沒有辦法 還有什麼樣的難題 你沒有辦法解決的呢 而要擁有這項如霍製導的禮物 時常都能夠給你某種加持 我們就必須要有這兩項最基本的要求 愛與感恩 畢竟這兩項密碼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和心理的某些開關 在太陽光光給我們能量的過程裡 像一種潤滑劑會比較容易打開 順利可以接收到寶貴的正能量 如果真是如此 那愛與感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就贊成一個不是傳說中的重要性而已了 它是一項實質的工具 它是我們必須要擁有的兩項東西 以便進入到下一個境界去得到更多更好的東西 這兩段呢就是其實我看到這兩段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好像我們嘴巴一常常一直說愛跟感恩 然後也一直被交來要這樣 可是呢 能夠真的了解愛與感恩 它背後硬盤的 還有它為什麼這麼重要 好像是在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才慢慢理解 然後也才發現我以前的愛與感恩 好像很表面 就像在皮膚的表層這樣 對 然後 那就是也是從在窗馬的這本書裡面 一直不斷的看 然後練習做一二三個時候 才慢慢的感受到那種 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好像輕如羽毛 但是又會在你真的深層感受到的時候 排山倒海而來的那種分量 就是是真的在就是超馬出行的 然後才就是感受到 然後讓你理解到老師說 他其實是非常重要 也是就是最資本的 然後 對 但是我也還在就是繼續練習當中 對 然後 我們請他家人來幫 來跟大家講一下他是怎樣加入超馬這樣 好啊 其實這樣 在念的時候我也想到我爸爸 因為其實他們 我是因為我爸爸媽媽才進到超馬來 但他們進入超馬的時間是去年的10月 對 但我實際真正進入是在今年的2月這樣 所以實際有點落差 但分享一下我進來的過程 其實他們進到超馬來精英會的時候 就一直跟我分享 那時候我在台北 那他們就會一直跟我分享說 這個很棒啊 然後很希望我也可以來就是 讀這些書 或是來了解他看 但當時候我就覺得 我媽媽他們就是覺得好的東西好像很多 就是我不覺得這個東西是在他們介紹我這麼多東西裡面 是有什麼特別 所以我就 我就是也拿著書 然後他們打來說 你有沒有做刑法 我就說 有有 但其實我沒有認真做 對 那其實到 我就想說 那他們先去學看看 那我再看看這樣 結果其實 我在台北的時候就感受到 我爸爸學超馬就是不同 因為其實他是個非常嚴謹的人 就是對我們的教育 就是如果你說他嚴謹的程度就像 我最近看地址規 他就是真的找我地址規要生活 只是就是沒有變通 就是沒有在 沒有彈性 但是他真的 欸你會看到地址規裡面講的東西都是他講的 可是我都會覺得 我以前都會覺得 你都活在什麼時代了 你為什麼要一直就是不得了 就是我其實很不能理解他以前對我的教育 對然後 所以當他學了超馬之後 我印象很深刻是他打的電話 因為我們在台北跟台南的話 就是都會用電話交流 那他通常都是有事情 就是才會打給我 或者是他要就是 看看我在幹嘛才會打欸 但他通常的用法 就用語就是打就說 你在幹嘛 你有沒有還在睡覺嗎 你有沒有在幹嘛幹嘛幹嘛這樣 就是他會一直 就是他會很想知道 其實他已經想關心我在幹嘛 但是他會用這種方式就是 就是了解這樣 那我通常我都會找很安靜 或是我會趕快開始做該做的事情 然後他會接他的電話 因為我也不想騙他 但是他學了超馬之後呢 第一次他就是突然打電話次數變多了 第二次他打來的時候 明明本來我會接起來很緊張 但是呢他會聲音突然變得很溫柔 然後重點是他已經浮出 你是不是在睡覺或你在幹嘛 他直接跟我說 你現在有空嗎 然後我想說 就是有空嗎 就是不太像他會跟我說的話 然後我就說喔有啊怎麼了 就是當下很緊張 然後他就說沒有啦 我只是正在看超級生命馬的書 想跟你分享 然後他就真的開始就是 把他在書裡面感受到了 跟導師的很多想法 就是跟我分享 然後講到愛與感恩 我會想到他是因為 我記得他有一通的電話 是跟我說 欸怎麼辦 老師說做心法要做愛與感恩 但是到底愛與感恩是什麼東西啊 我感受不到耶 我也不知道就是 要怎麼感恩跟愛別人 因為他在心法裡面 他發現他一點感覺沒有 就是他沒有辦法去體會那些感覺 那我長大了之後知道 其實那是他就是成長的時代背景 跟很多工作的歷練 導致他已經把這些開關都關起來了 在書裡面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就是把開關關起來 但其實他應該是一個很有愛的人 只是他不會表達 然後也因為他從小的教育 所以他都封閉起來的 所以其實我在看他就是 就是這個過程其實是覺得滿心疼的 因為覺得欸怎麼就是都這個年紀 然後可是他卻不會愛自己的 然後但我也很感謝超馬 因為超馬的關係他開始去反思 他發現了他發現自己 欸不會不知道什麼是愛跟感恩 但是他也從書裡發現這很重要 所以他一直在感受跟在練習這樣 所以我是就是他這個過程 因為那時候他一直邀約我回來台南 跟他一起上班 那時候我真的不太想 我就指出我好不容易跑到去台北了 我要回來這樣 但是是因為他就是開始學習超馬之後 而我開始動了這個 欸好像在改變 然後才決定就是在過年前搬回台南 就是跟他一起工作這樣 然後就是到這邊呢 我都還是覺得超馬滿神奇的 但是我都沒有就是真的去 翻開書更神奇的聊天 我有把超馬這個書看完 可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那再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是他們突然臨時的就是報名 參加第四期的拉斯維加斯的那個 過年團 對過年團 就是他他就是決定要報名 我也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們家是 就在他的觀念 你過年就是要陪家人 所以他一定會留在家 是不會安排就是出門玩的 但是呢他突然報名參加 我就覺得怎麼怎麼會 就是很神奇這樣子 那他就因為他跟我媽媽就 因為應該是說媽媽推他一把 因為爸爸其實殺出了想要去的想法 可是他覺得他的心法這樣很高位 但是去了好嗎 他有非常多給自己的輸出這樣 媽媽就說你去了就知道啊 你去了就對了就對了 反正就有我覺得真的是前提的安排 所以他就決定去了這樣 那回來呢 在當那幾天就是 老師給他的很多想法 還有上課大家一起公正的感受 他都把他帶回來 所以他一回家就開始能量很滿了 首先是在他自己的就是工作上 因為他就是那個禍進來啊什麼的 就是他一直以前的他就是會很緊張 無法就是無法放鬆的去 可能連在國外也會很緊繃 可是他就他告訴我 說我這次就是一切就要給天地安排這樣 然後就回來就開始 開始很忙的就是在處理他的工作這樣 但是呢說也奇怪 因為他13號回來 然後14號他進完科目之後 他突然說欸我好像被傳染我感冒了 這樣子他就開始不舒服 然後不舒服的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那你趕快就是喝熱水 然後看要不要就是吃個維他命C或什麼 就趕快叫他休息 結果他到了15號一早的時候 他說怎麼辦就是更嚴重了這樣 所以他就跑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的時候 然後就是他說吃了藥沒效 他在那邊睡面說醫生 就是這個醫生兩光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呢其實這個過程他有一件事 是他在拉斯文教室的時候 導師都會問大家說 大家有沒有要是要做心法寫心得嗎 然後會不會寫啊或什麼 就是導師會問大家 那因為我爸呢他非常害怕 他沒舉手有的導師會叫到他 所以呢他就跟著大家一隻舉手 可是他舉手的時候他心裡是 就是他心裡是虛冷 可是他又覺得他允落了他就要做到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心裡一直刮在這件事情 但是他因為他已經太久沒有 就是提筆寫字了 然後他已經無法腦跟手就是合一 他常常坐在那個桌子前面就這樣 就是一直想然後很多 好不容易這樣提筆寫來寫 結果一拿提筆就空白這樣 然後呢他就跟我說怎麼辦 我覺得我應該要來寫一篇了 就是在他身體這樣做膚質的時候 然後當他開始決定要寫到提筆 他叫我幫他自打出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欸不痛 怎麼就是不會痛啊 然後玄珍就開始 他說我的物資譜就是全部這樣子 退掉 然後到他寫完就是那篇新聞 他說欸我好了這樣 他感冒好了 然後因為他都永遠都一直說 為什麼就是他以前會一直覺得 為什麼他都沒有任何的生活境都沒有改變 因為他分享很多人然後大家都變好 就是到底他沒有改變 然後我就跟他說就是你看 就是天地給你一個最恨苦迷信的禁 你不覺得很棒嗎 對 因為找些事情沒有很難 所以就是這樣更多分鐘 然後我就看到他願意改變跟 我們的相處越來越好 對所以我就就是有一天就默默地打開書 對那我開的書是因為有太陽 對然後就是我開始看書之後 然後跟他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開始慢慢覺得 因為應該是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就是讓我想要求 或是太或者是問題點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要從哪裡切這樣 那我自己的部分是因為我看 《月威太陽》的第一篇 然後我這樣分享我就太多了 因為我就是我看的書第一篇 那因為我看的書的時候我突然發現 我從小是非常恐懼的人 就是我是睡覺會半夜醒來 然後一直做噩夢 然後永遠的夢都是那種被逼到絕境 要就是掉下去的時候才會醒來 然後或者是被就是很多人要殺我 然後什麼就才會這樣突然醒來這樣 然後小時候也是半夜一定會醒來 然後我把他就是把他們搖醒 陪我下去檢查門窗都沒有問題 才能再睡到早上 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懼 那這個恐懼到我長大 是我不太敢自己過馬輪 不管多遙遠就是人家那種很短的 就一定要就直接過去的那種 我都一定要走到斑馬線 因為我是覺得我一定會被撞到 就是心裡那種負能量真的 現在看就是真的是負能量非常高 然後或者是像以前我那時候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那幾年都在口供 然後我如果看到新聞說什麼法國在口供 我就會心裡一直覺得 下一個就是我這個層次 就是我一直覺得我會被各種奇怪的事情 就是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但那時候呢媽媽都一直跟我說 你就存的好心就不會啊 然後怎麼樣就是他也告訴我很多方法 要我就是對自己有信心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心念喜心動念 不是我故意要這樣想的 然後我也去求了很多方法 但是呢這些護身符也好 御守也好各種就是 就是求平安的東西 我始終拿在手上都不覺得 我真的不會有任何事 然後我也覺得為什麼 就是對我來講我疑過的點是 我覺得到底好人的定義是什麼 沒有人告訴我 就是只說好人會有好報 可是往往出任何事情的時候 就會說這個人多好 但是他就是怎麼樣不信的疑難或什麼 我就覺得那好人定義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誰 誰就是來定定這個規則 然後我看到導師 因為有太陽的那本第一篇啊 他就說自修自得自護身靈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拆頭 然後看到裡面我發現 原來就是要收到有光 那收到有光你就可以保護你自己 因為宇宙的科技 宇宙的探測器可以 就是讓你在大難領頭的時候先偵測到 然後我看到這篇的時候我就覺得 終於是我可以自己付出 然後獲得什麼東西 那我才讓我覺得有安全感 對 所以當時候我就 我看了 其實我看那篇的時候 我是哭到 這樣好像靈魂在哭 就是好像在告訴我說 你終於找到一個護身符了 不再不用再就是恐懼了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 很快速把那篇的時候看完 再重看了超馬 然後一開始就是 我就覺得不管 我也不需要求衷 我就想求 修到有光就好 所以現在就開始了我的 就是超馬人勝 非常感謝佳穎的分享 我覺得佳穎講的真的是非常貼切 因為她講說家長好像態度都很兇 我會想到我自己好像也是這樣 對我兒子有沒有說就很兇 那你這個到底有沒有 那個事情有沒有做 包括有沒有唸 態度都不是很好 我小朋友跟我說 你態度可不可以好一點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態度好像也不會太殺 那佳穎穎就不一樣了 就會調整 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切都是從 這個 平常自己 自己要提升 自己要改變做起 如果你自己有改變有沒有 其實你周遭的人都會 能夠知道說 你自己的一個變化 那他們就因為你的變化有沒有 他們就會想說 你到底是接受什麼 這樣的一個書籍 你有什麼樣改變 慢慢的他們可能就會被你吸引 凡事都是要反求出擊 從自己改變做起 我們剛剛好像有漏了一個新人 就是沒有介紹到 這是那個 也廟分 廟分 廟分 廟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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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個我第一次來 我是台北的廖濟三老師介紹過來 那之前就是有一次我們在台北 後面就傳了一個影片 就是超馬的影片 他先送我一本書 對然後回去之後傳那個影片給我看 然後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那個人都是正能量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就問我要不要發這個書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跑去發了 哇 這麼有心 對 那因為其實我 我 說真的我看書會想睡覺 哈哈 所以妳要來這邊跟大家一起共振 對 我覺得剛有人捏給我聽非常棒 謝謝 哈哈 好 好 妳是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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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其實我每 我的床頭放了三本相關的這個書籍 一本是黃色的 一本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非常想看它 但是我都看兩月我就睡著 哈哈 因為我覺得我 我 反正我就相信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我看 我去YouTube看影片 是 對那我就說 這個都是正能量的東西 就是教我們就是好的東西 對 那我就 老師就跟我說 欸妳有沒有做心法 然後 我覺得 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來學習 應該是不到位 就是那個心法 我覺得不到位 但是我就 因為 剛剛有講到那個發願懺悔 愛跟感人 對 然後我最近就有比較 就是我覺得 其實剛那個 有念到就是愛跟 就是愛與感人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 好像這個事情都要在這個基礎上 然後再去做發願跟懺悔 其實這樣子 我覺得效果會比較好 對不對 那我覺得是 我自己沒有來上課 但是我自己有練 但是就是很 我就不到位 但是我覺得有點神 但是我已經 可是我覺得好像 就是 因為其實我大概在七八年前 我看過一本書叫秘密 那我覺得那一本書 它是吸引立法則 那其實我覺得 它 它是一個發願 可是它沒有教我們 就是沒有那麼到位的說 懺悔 懺悔這個部分 跟 愛跟感恩 有這麼強烈 對 所以我會相信這個是因為 我 就是 我自己以前有吸收到一些 就是大概這樣子的東西 像是一本書啊 第六章啊 秘密中的秘密有沒有 就在跟我們講說 就是你剛才講的那一本書 為什麼有些人就是 做了就 就沒辦法心想事成 對 所以他就是有在講這個父母 所以 就建議啦 你還是先把我們書把它看完 好 就是 就可以趕快把它看完 然後可以開始做心法 因為你如果沒把它看完 我們就做心法 這樣可能會比較不如法 就會 就會有可能會有反效果 我覺得還是要 就是 我會來是因為 我覺得還是要來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 我們這個 有一個超級市面密碼 夢想舞台這個APP 你有沒有加入 你有沒有下載 沒有 等一下我們之後 再跟你講 我們再把它下載 他現在給了很多 我們草碼的資訊 他可以幫助你 再做更多的了解 好 我們鼓掌好 歡迎 謝謝 謝謝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 這個 邀請這個瑞芳 來幫我們念兩段 兩段 因為他上禮拜 幫我們分享了 上半段 他這禮拜又很發心 又來要跟我們分享下半段 他把他的第一次 貢獻給我們 他這段的分享 我們 請他來跟我們念兩段 跟我們分享 好 如果現在 您認為 我 是與你開玩笑 或 那麼 你畢竟是位 有福之人 因為 太陽的 動能和 任能 對我們 地球來說 他是 站在最高 舉足 輕重的地方 我們 地球 不能沒有太陽 而太陽所發射出來的能量 你卻可以接收到其中 我們想一想 我們可以瞬間移生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世間上的事情你要相信才會受益 你若不相信 你說再多的道理 再多寶貴的辦法 也無事無補 沒有辦法在你身上發展出十名子的效益 所以我們寧可信其友可信其你 有一次我們一群人一起吃晚餐 吃完以後到某一個人的家裡去唱卡拉OK 大家分成了幾樣的車座 當到了那個人的家裡 裡面有一位可以炒熱氣氛的朋友 突然說他身體發冷想要回家 我一看在這麼好的一個安排下 這個人若回家會將場面變得相當可惜 於是我就請他靜下心 深呼吸三口後 問他還冷不冷 就這麼一會兒的功夫 情況改變了 後來他向大家說 可能是在這個空間裡面的人多 溫度就升高了 但的確是有那麼一瞬間感到 室溫突然升高的感覺 很難解釋 當時我也並沒有多說什麼 其實當我調動了宇宙間的某些能量 懂的人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門外漢 總是會找一些 人世間基本的看法和理由 來權益這個過程 整個過程發生的結果 並給自己一個答案 感恩 這次感恩導師 感恩天地 感恩全球的超馬家人 以及幸運的家人們 大家晚上好 好 非常開心 今天又可以來幸運 跟大家一起共振 那這三個禮拜 分享到一半 陳在跟我講說 時間到了 你知道他整個好波到我 我突然忘記我要講什麼 那在這個禮拜就非常的 最近的一個看到大家 每位嘉宇的分享共振 讓瑞芳深深覺得說 每個人的家庭有很多很多 不圓滿的客戶 那上禮拜 嘉宇在我們西式基因會的時候 我光看到他跟哲人大哥 坐在我對面 那一種父子情深 我就 父女情深 我就非常的感動 感動到 當下就很感動 那我想留下感動的人應該是有啦 那這個禮拜 就上個禮拜六 剛好 愛與感恩分享 會在高雄 那我們台南的家人 秀珠他又分享他的一些過程 老公的過程 小孩子的過程 其實我都一直鼓勵他說 叫要請拿出來分享 你只要分享 敏感分享 把你的故事講出來 其實很多人跟你一樣 現在正面臨的這個苦痛痛苦 在那個深淵裡面沒辦法自拔 那你把你的故事分享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跟你一樣 現在也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很感恩 讓人家智慧 如果不是他 其實我 我對於上個禮拜的分享 我還不想分享 因為我覺得 我希望能夠達到100分 我再分享 那我會覺得說 我會達到一個全方圍的圓滿 那他就一直鼓勵我說 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 那上個禮拜講到說 就是我女兒她可以帶她小孩子去 跟她一起去上課 那她上課的過程中 那她婆婆可以在外面等她 然後等完她之後呢 又可以帶她去吃飯晚 再帶小孩子回家 應該是講到這裡 對嗎 那是不是 我太敘述了 那應該是第四個禮拜 剛好我前女兒去她上課生日 然後那天她們就一家人 就 就是一起吃飯 然後我小女兒她 不是 我孫女她就大哭了 她說要跟媽媽回家 那爸爸總是沒辦法去 讓小孩子這樣一哭 那可能也是沒辦法 然後當然就是 打電話給她媽媽媽說 不然就帶過去 那明天可能要少一點回來 那明天剛好是我們的 22號的明天想念 那我大概在一個月前 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你12月22號那天 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的 音樂想念 她跟我講 後面一直喬喬喬喬 喬到說好 那就是那一天剛好 她女兒就跟她回去睡覺 哭到隔天的半夜4點 所以沒辦法 隨時來上課 到下午4點才到會場 到五我也覺得說 有來就好 只要你雖然 你哪怕只是一分鐘 一秒鐘 你只要有到現場 你就可以得到天地蒙蒙的愛 那雖然只是短短兩分鐘 我也非常的開心 至少我以為她願意 打開了一點點的小步伐 那在這個結束之後 慢慢的你看 她現在每個禮拜五 她都可以去帶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學完舞回去呢 就會大哭 大哭完之後呢 那可能她的婆婆 可能在三條街之 三條街的外面 就可以聽到那個阿嬤在賣孫 你如果再這樣子 以後你就可以去跳舞 那阿公就罵她 瞪她 那小孩子就又哭了 那我就跟她講 跟你們講說 你要跟你們的女兒溝通 你要跟她講說 你如果這樣子 媽媽以後就沒辦法 帶你去學跳舞 那小孩子總是沒辦法 因為她沒辦法克制她的情緒 她就很喜歡她媽媽 她就很想跟她媽媽在一起 那這樣子慢慢的 那小孩子就會學會 就會忍住 不敢講 那不敢講的時候 一次 兩次 三次 又開始就大哭了 阿公又開始罵你 如果這樣子她就不要去 都不可以去跳舞 那阿嬤也是這樣瘋不大 或不罵先這樣罵罵罵 那我就跟女兒講說 你跟她約定 就像上次她就跟她約定 2月28 好像帶她去看什麼 小丸子 然後那個禮拜就沒哭 然後上次還帶她去看那個 那個什麼氣餌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那其實你就是 慢慢的去跟那個小孩子引導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跟小孩子講 現在那個小孩子 可以用阿嬤的手機 跟她媽媽留言 媽媽你啦 誰要來找我 媽媽你那天 那天的那個什麼 餅乾啊 你沒有帶回家耶 媽媽你什麼東西沒帶 什麼東西沒帶 當下你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小孩子怎麼可能會有 愛的障礙 語言的障礙 是因為他的開關 他的愛的開關關掉了 他沒有辦法去釋放說 他愛媽媽的那種感覺出來 那因為阿公阿嬤在帶小 永遠有時候 如果比較不與你的人 也許會跟小孩子講說 媽媽的不好 媽媽怎麼樣 媽媽怎麼樣 那小孩子其實 現在我覺得很多的家庭裡面 有時候都會有因為阿公阿嬤 教孩子 那就會講一些媽媽的壞話 導致小孩子想找媽媽也不敢講 就我剛剛 我的身邊的做到的好朋友 有很多的小孩子都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 這樣子完之後呢 我會覺得說 我就跟你們講說 你們要練習做心法 因為所有的心法裡面 所有的這些禁都是我 因為我 我就是其實 我說家庭最難度的 那我在 其實我就進來 這樣子我就 用我的心法裡面去懺悔 懺悔過去對小孩子的 不圓滿的這個區塊 那很慢 那我覺得說 那我有沒有 到底做錯我也不曉得 懺悔有沒有看錯我不曉得 但是我會覺得說 堅持 堅持就是我 對修行的一個比面 你要修行就是要堅持 不管任何進來 你一定都要堅持到底 那我就堅持 那堅持到第八個月 終於 那志文就進來了 因為他的負能量鬆手 讓他感冒 然後他相信 然後因為做實驗 這就是我們操馬 老師叫我們一定要在書中練習 然後做實驗 然後去相信 你只要做過實驗 你才可以相信 跟操馬講的科學 那你就會相信說 一切都是真的 那大女們在我 懺悔的一年半 一年半 神是一年半 我進來 我現在應該是一年 我又一份進來的嗎 大概回去吧 那我 那就是大概一年半 我的大女人 慢慢轉動了 轉動他才有辦法 我在心法上 我不斷的跟我的 前 親家公 親家母 我的前女婿 我的孫女 我的女兒 在這當中 我都不斷的在跟你們唱的 然後練習愛與感 在我在做心法 我每次都會做 然後每次做 有時候 每一次的感覺都不一樣 我為了要看孫 我就要看孫 我三大節 我真的三大節都送你 這離婚大概三年了 那我就從以前結婚到現在 所以只要就是有什麼 水果的聖壇期啊 那我就會寄送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當初的一個 結婚的時候 大家鬧得不是很開心 那後面就是 我這個媽媽 要圓滿女兒這一塊 所以我都會 為了女兒去做很多事情 那她都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我曾經被我的女婿 鬧到我都快精神分裂了 那我女子我就說 你幹嘛這麼穩屈求全 你就跟她 你就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 我就不能這樣子做 她說 她有時候會為了這件事情 你跟我吵架 我說師父你就會跟我吵架 我說 你為什麼變得那麼軟弱 你為什麼變得這麼好欺負 你為什麼變得那麼好強化 你不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子的人 那我說 一切都是為了 為了你的姐姐 所有一切都是要做到最圓滿 那你想說 世界上我有什麼才可以改變愛嗎 那我在心法中不斷地練習 懺悔感恩 愛與感恩這樣子 慢慢的 雖然我的女兒還沒有達到 100分可以進來 但至少她願意 有在看書 她也問我說要怎麼來做心法 其實她都還沒有說真正 可以做到100分 但至少她願意慢慢的相信 那也在12月22號的上課完之後 那可能是我女兒就過年回來跟我講說 她要注意書籍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莫名其妙 為什麼你要進去書籍 我會覺得很奇怪 她說沒有 就是這段時間她接到一個 她接到 因為她是教舞蹈的 所以她們編一條舞就是一個 費用就大概1萬 那好像接了6條舞 6條那個芭蕾舞的編舞這樣子 所以她將近的 應該快10萬塊的獎金吧 就是費用 然後說她也不曉得怎麼 跟太陽光扯的 她直接跟太陽光講什麼 她也不知道 那太陽光就給她一個禮物 那我會覺得說 那她會不會慢慢相信 然後後來看到姿吻的改變 那雖然她覺得說 我還沒有改變到她 但是我都跟她講說 欸 回來的時候 我跟她講 寶貝還怎麼樣怎麼樣 那以前 這個嘴巴要叫寶貝 我覺得好噁心喔 講得太出來 那我覺得說 現在為了營造 真的 我覺得我虧欠我大女兒 這個地方 這個虧欠很多 跟那個小女兒之吻 又差很多了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就像佳玲剛才講的 爸爸對她很 對她們很照顧 很愛 但是這個愛真的講不出來 我相信大家應該很多人 都有這種問題 你雖然你很愛你的媽媽 愛你的爸爸 但你就講不出口 你很愛你的小孩 但是你也講不出口 那像我們小時候 我們家師傅都會說 媽媽你要愛不愛我 大概從五歲講到十歲 十歲以後就不講 十歲以後就說你很白 那到現在慢慢的這樣子 慢慢的營造 那上個禮拜二 回去之後跟我洗腳 那個影片我不曉得大家 我真的是很感動 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那是進來超馬 學習之後才有這種改變 不然以前你想說怎麼有可能會這樣 那其實這段分享應該是很悲情的 因為你看我這樣子一個 我還甚至告我女婿騷擾 如果她給我騷擾到 我快精神崩潰了 所以我的高速恐慌症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這五年還不敢開高速公路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雖然現在沒有開車 坐車也不錯 那其實我覺得 我就覺得在超馬的練習 就如法實修 然後就以老師所教的方法 然後每天就是解釋自己的練習舉止 那在這裡面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學習到很多 老師給我們一個很棒的一個舞台 那你看你要不要自己去演你的春秋大戲 那前兩天 志文寫了一篇心得非常感動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有沒有人真想 那我就大概念一下她寫的這一段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段我PO的FB至少有30個人跟我轉PO 轉PO這段那個志文寫的這一篇 等一下 因為我很想改天我大女兒如果可以進來超馬的時候 如果我以後她來分享我覺得應該是最棒的 應該是最棒的 等我一下好 找一下志文寫的 來這裡 3月9號寫的心得 他寫說 以前大家看到我們總會問說 瑞芳姐旁邊那位是女兒嗎 現在說志文的媽媽是哪位家人呢 是瑞芳姐嗎 那自從志文去分享之後 看見媽媽都說 欸你是志文的媽媽嗎 志文去哪裡了去經營會嗎 那媽媽就會說 不知道她說我講這句話 不曉得代表我是光榮還是怎麼樣 她覺得很好笑又很好氣 又好笑又好氣 那在還沒有進入超馬之前 她看到我這個媽媽 她會覺得無名活 然後很討厭跟我一起出門 然後我都說 你好像前一次是我的婆婆 或是我的媽媽一樣那麼喜歡念我 然後她說她自從對著我做玫瑰心法一樣 一切都不一樣 居然在一呼一息之間感受到愛 然後感受空氣裡起癢癢的感覺 從前要做愛與感恩都沒有那個愛的畫面 她只記得以前我跟她的種種不愉快 然後吵架天翻地覆的畫面 然後她還向我們說要叫她國外 因為她喜歡西方表達愛的方式 那她說西方人她不吝嗇表達她的愛跟感謝 那所以她覺得說西方人的愛很真實 那也許在種種的因素讓茲文她變得不相信愛 所以以前她覺得說我只會給她欠 給她物質我少了陪伴 對在我兩個女兒的過程中 我少了都沒有在陪伴 因為我覺得我的愛就是讓妳穿很高貴的衣服 讓妳享有很好的物質享受 這是我對她們的愛 那在做玫瑰心法之後 她開始回想喔 回想說 欸媽媽對我的好看開始寫在那個備忘錄裡面 然後練習感恩 然後演戲久了就成真 漸漸的那個畫面就湧上了 然後她回想說 欸媽媽回家 她回家的時候媽媽已經幫她開熱水澡了 然後遙控器沒一定能幫她放遙控器 然後我沒曬衣服 我幫她曬衣服 然後想吃玉米 回家又有玉米吃 然後她說 我問她有沒有喜歡那個太陽項鍊啊 她說她紫色的 然後我就去幫她綁這個紫色的 然後想說奇怪 她怎麼都沒有印象為什麼媽媽記得那麼深呢 然後她說以前吵架 她就隨口這樣回應我的氣話 她說我一定很傷心 然後她說媽媽總會記得我吃的一樣東西 但是她答應我不是她常常忘記 她說我打到這裡眼眶又紅了 內心滿滿的無法免疫的懺悔 然後她說前幾天帶我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每個護理長她說 哇這位你媽媽好漂亮好年輕 然後她覺得好光榮 她說媽媽現在跟你走在一起好光榮 我覺得我媽媽越來越漂亮這樣子 以前都說沒化療 現在說媽媽總會問說你寫心得了嗎 然後她說我媽媽總會問說 那我怎麼吃的好不好這樣子 所以說她就覺得說 現在心路超滿 你看人與人之間沒有愛就沒有摩操了 沒有愛就沒有愛就會很多摩操 然後她這裡也寫 因為愛才能撒脫釋懷惆悵千民在 因為愛心才能開禮欲成哀 開懷人生草起草落 因為愛每天內心充滿期待 沒有一片雪花會落錯地方 每件事情發生都有她的道理 今生相聚作為家人 也就是前世沒圓滿的戲碼 沒有圓滿 而今生不論聚散明的都是戲 禮物人生長短 珍惜遲遲皆在戲目裡 笑紅塵一夢醒來都是戲 珍惜此時此刻珍惜今生相遇的戲碼 遲時入戲做生命中最好的導演 我覺得她這一段 我每看這一段我看了好幾次 每看一次我就心酸一次 我就瓶酸一次 說真的 這禮拜有太多太多 她寫心得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在FB有好多人跟我留言說 哇 志文好棒 她現在變得好天心 那我覺得真的 那志文你有在看FB 媽媽以你為榮 祝福你們 謝謝 謝謝 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如果你的家裡有沒有 肯定就生活在這種 愛跟幸福的這種氛圍裡 真的耶 這種感受有沒有 真的是 但是我其實覺得說 真的我們每一個人 我覺得都要好好的 跟瑞芳我們一起來跟她看齊 因為她之前跟我一起參加 我們其實在去年的她 社會叫Storm 才比較認識 真的後來我們就想說 這個家庭能夠 這樣怎麼樣做一個 生活性要做一個轉換 真的她的 從她這樣回來之後 我們一度調整一度調整 到現在已經 你看小女兒已經調整成這樣 那大女兒 馬上也是會一個非常幸福的調整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要堅持 只要你努力有沒有 真的天地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最圓滿的交代 就怕我們自己心門沒開 就怕我們自己沒有全然相信這樣 只要你真的全然相信 那你就如法實宣了 你就一定可以獲得天地最棒的祝福 真的 那一天去愛也感恩分享會 有位家人就問我們說 那方向你進來超忙 你的改變是什麼 也許你的改變是財富自由 賺很多錢 那也許是你的夫妻之間的感情 就像我們成代跟秋彩 現在是談人最幸福的一對家人 給他掌聲一下 那我覺得我人生的課題非常多 什麼都有 那都非常的 生命非常的精彩 那我覺得看到別人的幸福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過往是不是在過去式的靈魂基底裡面 有人都沒有野蠻的課題 那我就跟他講說 也許我現在 我要先圓滿我的家庭 因為我的家庭就是一直有缺口 那其實對方的家庭非常幸福 我爸爸媽媽是一個非常知識分子 然後媽媽是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有德行的女人 那是因為自己的叛逆 造成我今天的所有的一切 負能量的糾纏 那自己要去承擔 所以我就一路承擔 那我家裡的媽媽跟我過往的奶奶 都一直幫助我 幫我帶我兩個小孩子 所以我可以去賺錢來養小孩子 其實今天來講 不管我過往的生活怎麼樣 當然至少我的兩個家庭 現在我的小孩子 他們都可以當一面 他如果我大女人 如果真的一個月要認真教我 一個月十萬塊是跑不了的 他的薪水 那我覺得我的付出是有代價的 因為學股是很貴的 那以前他在學股的過程中 他常常繳錢 那我對我女兒最很不好意思是 因為那時候我經濟非常不好 他讀高中 他讀佳琪女中 那紐約也不是紐約 澳洲有一個昆志蘭大學 他是在有一個舞蹈學校 他來爭選到我 我大女兒 要讓要家去那邊上課 但是我那時候經濟不允許 所以我沒讓他去 我如果那時候讓他去 也許我現在我女兒的成就不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會更好 那我覺得我就回答那個家人說 因為我的家裡不圓滿 所以現在我在圓滿 我的家裡這個功課 那我如果我的大女兒真正進來了 我的家庭圓滿了 我的人造圓滿了 我在任何的生活境 在財庫上一定就會越來越順遂 你們說是嗎 那大家一起加入囉 再次非常感恩瑞芳的分享 瑞芳都把他的第一次跟大女兒的分享 就來跟我們吸引家人圓滿呈現 那其實你只要在這過程中你有參與有沒有 或許在這個下半年的某一天 就可以看到瑞芳有分享他大女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們在超馬世界裡面有沒有 我們一直都在不斷的提升 一直不斷的進步 所以真的要補給大家 要如法實修 你就可以看見你生一種不一樣的蛻變 接下來我們想來邀請這個 吸引的家人 來邀請這個痘痘 痘痘也很久沒有跟我們分享 讓他最近有一些心得 滿不錯的體物來跟大家分享 那補長歡迎多多 老師好 吸引各位長髮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最近自從23號回來之後 就每天都會寫一篇新的 就算那一天再晚還是會寫一篇新的 那這中間有 因為過年然後去了外地 然後所以有幾天沒寫 不過回來還是努力讓自己寫 我覺得寫心得很棒的就是 可以讓自己才變 然後回想當天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我記得我昨天也有分享一篇就是 其實我的時間很索粹 因為時間上允許 所以我有在學校做一些志工 那昨天我去接我兒子的時候 我兒子跟我說 我們學校的那個家長會長過世 那我就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們去年11月那時候 我們一群志工媽媽就是學校 讓我們一群志工媽媽出去外地 就是做一個志工媽媽的回憶 然後那時候家長會長 她本來是要一同陪伴的 然後因為她那時候剛好在化療 然後她就還是一不容實的開著她的車子 然後在校門口或送我們回去 然後包包回去的時候也是迎接我們回來 那時候我就問說 為什麼那個家長會長頭 包著一個頭巾這樣子 然後我隔壁的那個媽媽她就我說 因為她正在化療 然後我其實那一天我又準備了療療症去 然後又本來要送給我們那一車的志工媽媽 可是因為在下午 然後又自己就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這是學校舉辦的活動 然後我不知道這樣子會不會很談妥 所以就是作罷 然後就把那個書放在車上 然後又想要送給那一位家長會長 因為我自己是受益者 我記得應該是說我在前年12月那時候 有參加新年經驗會 那在前年的10月我接錯了這一本書 那其實在整個去年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其實是在做一個康復的恢復的階段 出院之後醫生並沒有馬上就是判定 我是一個健康狀態 我是一個亞健康 因為她一直覺得說 我這個不明原因是意識那種急性癌症 可是一直沒有被她抓到的原因 所以這整整的快要一年的時間 她都不放棄把我往癌症去判 就是要把我抓去判 對不對 然後其實在這一年去年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另外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還有超級健康密碼 然後幾乎老師的書都看完了 所以在這個就是步驟123段 我再去年一整三半年多 我每做唱會和發願我就是哭 可是老師又說不能大哭 可是我就是一整個心裡的就是 可能累積太多的傷痛一直在洗 然後就不能大哭嘛 所以就只好忍住就是流眼淚這樣 可是到了後半年 尤其是去年這個10月11月之後 就比較不會掉眼淚這樣 那所以就是那一本書 我沒有送到她的手中的時候 其實對比昨天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昨天寫這一篇心得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整個我上一集掉了 可能就是 也不是說 因為她的故事 可能就是自己曾經的過往 然後自己是多有心理 接受到這一本書 可是她卻沒有這個機會 對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你們有機會 可以幫助給別人 就是不要絕不淺 就是讓這個機會被措施 因為你可能是完救了一個人的生命這樣 好這是一則行則憂 我來分享行的部分 整個故事 自從上個月嘛 就是拉斯維加斯團都回來 然後主持人在分享 然後後來之後還有就是 基礎的經進班 然後還有進階班 然後其實在那之前 我一直覺得說 拉斯維加斯團應該跟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就是做好這個基本步驟一二三 然後自己的生活境好像也有轉 然後因為自己時間較多也比較瑣碎 所以都會自己用你去拔出 然後就一直沒有什麼想法說要去 有人說就是你應該要去 或者是說去了之後非常好 可是一直沒有這種一種很嚮往的感覺 可是最近到了這一兩個月說 突然有一種很嚮往 想要去看看這樣子 對因為不知道 就可能是有點時間到 然後就想說怎麼辦 我去年七月才去加拿大跟美國 一趟回來 也花了十幾萬 然後現在又要去 那明年二月可能又要去了外國一趟 那怎麼可能在這個時間點短短的 大概不到一年又要出去 那先生然後還有公婆那邊能不能答應 然後包括這個資金的運作 就是說資金的預備金能不能夠用這樣子 然後就想著想著 然後就想說老師有說設定 那當然有這個心願說 你向宇宙發出這個訊息 可能就會有相對應的點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如果先生同意的話 那我的錢從哪裡來 然後就會想當然就是從自己的工作上去努力 然後還有沒有其他機會 就這樣想著想著 就想說先生因為他非常優秀 所以他都會被公司每兩年就簽了一次 那因為他們公司最近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好像去年十一月還是十二月 合約滿了之後就沒被簽了 然後而且聽說最近他們有一波裁員 四月份會裁員 然後他又是一個經理 那當然就是財運可能就是先從那一些先把 因為那個省的錢會比較多 cost down比較多 所以他就非常的擔心 然後其實上就是三月 現在是三月份 二月份他回來的時候其實他就 因為可能他們高階主管都會有一些風聲小道消息 那他回來的時候就是會有一種很沉重的心情 他也不跟我說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前兩天就想說 應該就是公司這個簽的部分 我應該要被簽了這樣 然後我就做心法的時候跟太陽公公 就是突然一個起心多年跟太陽公公說 是不是公司有機會 然後先生再繼續被簽了這樣 然後我昨天回來之後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回來要找銀杖 下班回來要找銀杖 我說為什麼要找銀杖 然後他說公司有通知他也請 哇 對對對 很感恩天地的話 就是當我們就是有那個設定 你想要可能有一件事情要去做的時候 然後雖然先生的狀況不是很影響 那當然我們如果有那個能力 在心法裡面祝福他一下 然後或許他也不一樣 那因為先生有沒有請也關係 我們妻子信不信服嗎 對不對 雖然自己也是有能力賺 可是還是會有就是會有一起這種幸福感 對啊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就是 當我們身為超馬的家人 有這樣的一個緣分 然後可以圓滿我們人生各項主題 其實你們都應該要很好的感恩 很把握 謝謝 不要感恩多多的分享 真的都從前年實驗拿到書 後來實驗加入 這一路這樣走下來 其實我們都看在眼底 整個人這樣一年多 經濟神的補养 然後生活各方面 那人生的各主題都越來越圓滿這樣 你看這個我們超馬這些 這是事情做著做著有沒有 該做做的也做法師圈 真的先生也是非常的幸福 你看這樣也是在調整 所以真的我們在超馬這個世界裡面 就是這樣做其實也不會太難 就是譬如說像都會也常必 你利用比賽時去發書嗎 真的我們發書 其實我們每一個禮拜 都有一個發書的時間 我們是都可以一起來 利用那時間一起去發書這樣 其實做著做著有沒有 其實我們生活就是這樣 在做一個調整跟改變 因為天地會給我們祝福 那發書我這邊也順便講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發書的一個過程有沒有 會有一些就是說 比較一個好的流程讓大家來遵守這樣 就是不會讓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些 可能你平常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發有沒有 可能或許遭遇的挫折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用我們這個有一個流程來發有沒有 你可以試試看 那是不是就是說更容易跟人家打成影片這樣 那我們在發書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當然是發小本來本 聊一全力嘛 那聊一全力我們 就是說 比如說看到一個美女 我們就說這位美女啊 打擾你一分鐘 就跟她說我要打擾她 就跟她介紹我們聊一全力這本書 你不要跟她講說可不可以打擾你 30秒 你不要跟她講說可不可以 那說不可以 那你就不用講 所以就是不要跟她講可不可以這樣 那就是跟她講說打擾你 大概說一分鐘嘛 然後你就 因為我們通常聊一全力會夾這個DM有沒有 那第二步我們就是會把這個書拿出來 就跟她說我們 其實是 這是一本很有正能量的一個好書 我們聊一全力這樣 那我們是一個愛跟感恩的一個團體 那剛好我們在幾號幾號 譬如說我們現在是在講 約定場3月24號 那在那個園體演藝廳 有一個愛跟感恩的驚喜分享會 然後你可以來參加這樣 然後這個是一個愛跟感恩的活動這樣 我們就可以這樣跟她介紹這場活動這樣 然後如果她有興趣她會再跟我們問 在那裡應該是怎樣的行事 這時候你就可以跟她有一個對話的機會 再來就是如果 你跟她講完這一個活動之後 那其實我們接下來就有很多場活動 我們接下來在整個一個分享會有12場 那現在已經辦到第二場 就原理這一場這樣 那你就可以跟她講 我們台南4月21號 剛才有講 然後講完之後有沒有 你再跟她講說我們這本書 很有正能量 那我們剛剛有一個太陽書籤詞有沒有 我們會講愛第24或59頁 你今天跟她講說這本書 這個教我們怎麼天天搶頭箱 那你就祝福她天天搶頭箱 愛愛說什麼天天搶頭箱 也覺得不錯你知道嗎 是不是要天天搶頭箱 那這哪一頁 他就趕快拿回去看 他就會去看 因為有很多家人做實驗 說他這樣 其實你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搬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整個方書的流程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樣 大家剛好請測 我就是跟他講 我們會把這個流程再PO出來 就是要讓大家更清楚一點這樣 因為這個也幫助我們 更容易在你的這個方書有沒有 更容易得心應手 然後也能夠去順利的北極之友的實驗 那也介紹更多人來認識我們超醫師的密碼這樣 那這個方式呢 大家可以來實驗看看這樣 那甚至我們 因為這個太陽書裡面 都有一個QR Code 我們可以來講說 這個賞下去有沒有 有好聽的歌 然後如果你做聲音的有沒有 可以幫助我們這個 聲音系統才能廣進 你可以邀請他往上做實驗 那他就會連結到你的這個網站 然後會有一個歌這樣 然後就可以點出來聽這樣 這都是一些技巧 可以幫助我們在發書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能夠更得心應手這樣 這個跟大家講 那如果說 你在對一方是有些疑問 可能會後來都可以留下來 再跟我們在一起溝通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邀請這個邱瑩姐 邱瑩姐 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來 歡迎邱瑩跟大家分享一下 邱瑩姐 那沒有家 我們老師看得比較清澈 老師看得比較清澈 你知道嗎 老師看得比較清澈 老師看得比較清澈 你知道嗎 老師看得比較清澈 因為邱瑩姐也很棒喔 他在這個三月中也要去拉斯維加斯 對啊 我們很多家人 像那個音音姐也要去拉斯維加斯 阿東都有機會 對不對 跟老師 其他四位叫我很低調 沒有低調 好 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恩天地 感恩太陽公公 感恩宇宙 感恩導師 感恩視訊前面的家人 還有在場現場 各位草瑪家人 好 我是邱瑩 大家都是我 我要講的是 不是我的故事 因為我在十 我又逆而交一個男朋友在台中 因為他那時候是我十一月 我十一月份進來超忙 那時候我 剛好十號那天去聽老師 網路共修在台南廳 然後我在那個現場 剛好有一個 塞鋼那天的師姐多 住院千年之 然後我十一號要去桃園 參加一萬人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慶祝會 然後我去的時候 問小女兒 我跟大女兒的朋友 我就跟我說 你要跟我們一起去嗎 他說要 他說你如果去我會派共拆 他說派什麼共拆 我說 我就把我們超瑪的 其實我那時候 你看我是九號進來 十號 我就把超瑪的優點 講了很多給他聽 因為我剛好那天 有聽到老師講那個網路共修 而且我就看了千年之 所以我就 那時候我超瑪已經看完了 所以我就知道我們超瑪 有很棒的神機在裡面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分享 我想從那個台中 那時候我先去台中 然後我們從台中出發 去到桃園 這一路上我都一直跟他講 講超瑪的事情 然後到了我們 我們林口去上那個採紋 我們那一次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那裡 擠辦一萬多人的那個大法 那個是我們一個公司的那個 周年慶 所以去那邊的時候很好笑 下車剛好在下蒙蒙雨 我跟他說我們現在等一下的動作就是 進去不是參觀 而是先發書 他說好 他很有心 就跟我一起花那個千年之類 跟聊一錢一起 然後我花完了以後 回來的路上 我還是一直跟他說 然後我就送了他一本千年之類 因為我那時候手上沒有超瑪 我只有送他千年之類 他回去很認真看 看完以後他 他就認真的去找我們 我就跟他介紹到我們台中的那個 天眼文化中心 他有去上課 然後那時候我們那個慧珍姐跟他講說 因為我女兒在榮總那邊上班 到那個台中港比較遠 就叫他到東海那邊去 所以他去東海那邊他很認真 都拉著我們女兒去上課 反而是我女兒比較懈戴他比較積極 這個過程裡面他真的 每天都很認真做新聞 而且連在上班的公司 地板上都能夠看到彩虹 你知道嗎 他就看在海上 這個過程他一直跟我說 阿姨怎麼那麼神奇啊 我說對因為你真的你相信操 你有認真在做 那時候剛好他要裡面裝潢 所以他整個三樓的神明堂 都影到這樣 飛沉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再敢那個菩薩奉香 結果中風好料料 他剛好那個裡面都裝潢好了 然後要整理 整理好了以後 他通通整理好了 等到明天就是隔一天 他妹妹要去參加 我們那個公務人員的特考 我們知道 以前52的人就是讀書 十年 寒窗古讀 他這個妹妹差兩年 就是 不是寒窗古讀 他是變成宅女 然後 大學畢業 每天就都沒有在幹什麼 就是在家裡 因為他爸爸 就叫一個算命先生幫他算 算他以後是一個公務人員 所以爸爸就說 好你就準備跟我考試 你就考考考考到公務人員為止 所以他什麼都不用做 每天就在家裡 就是報紙書本 讀讀讀 然後補習班 讀讀讀 補習班 你知道嗎 他考了幾年 你知道太厲害了 我跟曹王姐講四年 不是 我昨天問了不是 考了八年 太恐怖了 考八年 為了遺跡 算命先生說 他以後是一個公務人員 所以他爸爸認為 他女兒有那個才 有那個才幹 有那個 所以他不放棄 然後那個 我那個 為了一個女婿 小瑞他就想說 就跟他爸爸 他進來抄馬以後 他就跟他爸爸講說 你這一輩子 做了一件最大的錯誤是 就是 就是把這個小女兒 嚼壞了 一天到晚叫他讀書讀書 什麼都不會做 也不會煮碗 也不會洗手 什麼都不會 一百就是一千而已 他爸爸就在懺悔說 我就想說 連那個最大的房間 那個校命說 那一間的磁場最好 就是這間 讀書考試一定會入籍 這個很棒 然後什麼都給他最好的 兩個老公婆 你穩在那裡 會教讀書 謝謝給他 他說那個大間的要給你 磁場才會好才會考中 一考就八年 八年也不是他真的考中 是因為我有我們的抄馬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小瑞 他進來抄馬 以後他跟他爸爸講 以後他爸爸說 如果考不去的話 下次就不要考 就乾脆去別的地方上班 然後那個小瑞就 後來就跟他 跟他爸爸講 我又跟他妹妹講 說跟你講 抄馬真的很棒 如果你這一回 參加特考 如果你不好好 把抄馬看完 做新華 我看你冷的不會想 說不定你做了 你真的會靠起 跟你講 我前天跟他講 他跟他妹妹講 一套好大套 你要對太陽公公 懺悔 禱告 然後你要懺悔說 你這八年來過的是什麼日子 這八年來對人生都沒貢獻 所以你要好好懺悔 聽到沒有 他說 好 就說 那個抄馬裡面的新華要做 你懂不懂 懂 你到底有沒有做 對 剛好隔一天 他那個 妹妹要去 各兩天 她妹妹要去特考 他那天剛好把他神明廳 整個神明廳 我就整理好了 因為要裝潢 就很髒 裝潢好了 他就買了兩束擺盒 擺好了 以後他家有公共的 那個觀世雲菩薩 擺好了 擺盪雞放下去了 跪拜 拜拜了起來以後 他家的那個觀世雲菩薩 從兩旁 冒出了那個 粉紅色的那個煙 一層一層的 然後他拍照給我看 他說 哎呀哎呀 我覺得菩薩怎麼會冒白煙 我說我這麼神奇 可能是聽淡淡雞太高興了 他就說 他就更神奇了 因為他淡淡雞 他只有一個 播完他想要帶下去樓上 樓下 他想說 那我播完了 那我要下去樓下 我看擺盒 那菩薩說 我等一等一等 要帶走後就沒盒盒 擺盒盒 那菩薩又聽了 還放了一朵抄馬給弩薩看 然後他爸爸回來說 你桌上放那個什麼東西 這是超級生命 很棒喔 他說 哎呀那個亂放 還是我的45斤比較好 然後他那個小蕾就說 擺盒盒 他就不好意思 他就想說 我先下去吃飯吃完 再上來 擺盒盒盒 他上來 擺盒盒盒 因為他聽得不開心 所以他那一天 他到樓下 他就跟他妹妹說 我跟你講喔 你明天要去考試對不對 他說對 我明天才跟你說好消息 所以 那天早上他妹妹 他八年來要出去考試 都說 因為考太久沒日期 要出去的時候心情都很悶 所以都不講話 就悶悶的走 但是他今年 小蕾多多 他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我昨天拜拜的時候 我們的菩薩神話 冒了很紅色的那個 一團一團的煙 我跟你講 菩薩說你這一次一定會考起 你要快樂的心情去考 然後這個超忙 那個感恩天地 感恩太陽 你有沒有懂啊 懂啊 我有做 然後他就那個包包拿起來 就 我一定會入期 我真的一定會入期 他就很快樂去考 結果考一考回來 問他說 你寫的怎麼樣 他說還是一樣 他說 我可能會入期 然後那個小蕾就 過了很多天 以後我跟小蕾講說 你那個妹妹考的怎麼樣 他說 我敢保證我妹妹 這裡一定不會入期 我說 你有那麼大的把握 考那麼多年都沒入期 你這一次還有希望嗎 他他說 我真的很希望他考起來 因為 他還在那裡 剛才已經到的熱色 他如果考起來了以後 我才可以打他出去了 他可以出來 要不然都躲在家裡面當宅女 然後 他跟我講完 結果我說 那就祈禱吧 那什麼時候放榜 你那12月底考 他說要等到三類 三類才能放榜 我怎麼當他過來放你 然後等到放榜那天 他們都不知道放榜 是我女兒跟他說 欸 那你那個妹妹考起了沒有 蛤 放榜時間到了嗎 你到了快點去查 然後就是他那個小蕾是蛋黃 可是他沒有上去 他不知道他的號碼 因為那個要有那個 總考證的號碼 他爸爸知道 他爸爸要夜 他就跟他爸爸說 你去那個網路上查看看 你那個寶貝女兒有沒有入期 結果他那個寶貝女兒 他就幫他查查查 查到以後他話好高興說 他說 入期了咧 入期了 打電話跟他小蕾講 說 入期沒有神奇 更神奇的在後面 是綁手 喔 喔 喔 我看到我女兒 因為我等著 所以我說 我女兒跟他說 媽 哇 太棒了啦 高興了 真的喔 哇 那個天下太平了 不然都躲在家裡面做的事 他很誇張 他媽媽現在在花婆也是公務人員 8點多下班回來 他還是在房間裡 在等媽媽回來 一關給他 那個那個 怎麼會有這種米喔 跟他講喔 他都不聽 7 Releven他還是等啊 反正他很像在公務人員 坐著你不會餓啊 他就等媽媽回來之後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那個 小蕾就一直祈禱 其實我女兒她說 哇 太好了 終於靠起了 而且又在外縣市 然後他說 他跟著小蕾說 那時候我如果 考台中的話 我也會是擋手 然後小蕾跟他說 沒有啦 是因為你 添那個是贏家啦 贏家喔 贏家那個比較偏遠 如果台中市的話 你還是不會入籍 因為那個 大概幾天贏家是我教他 因為我隔壁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他現在他們 他那時候去考的時候 考台南市 都考 都沒有辦法挑起 很好笑 要去考了兩年沒入籍以後 他後來轉方向他時候 那我就 今年去考 我就幫他填那個台東 結果他填台東 然後他也就超考起來 對 他騙到那邊 這個方法 也是一個密集 所以對 沒有那個偏遠地 其實都不要去 像警察也是提調 也是偏遠地方 跟他們去 後來他 他我們隔壁那個 吵起以後 又在台東那邊 娶了一個圓領的老婆 那個單位三年就可以提調 三年就調回來新民 然後他那個 我們隔壁那個先生 就調到我們白火烏鎮事務所 他那個太太是在 水泉處當審計 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我就跟我那個小蕾說 那現在等什麼時候調 他說 可能要到9A 我說哇 又等到9A 米蟲又要吃到9A 他說 然後他那個妹妹就講說 那我去的話 我是綁手 我可以任意 我隨便我挑 我要的職位 然後我沒有跟小蕾講 我是扣扣跟我女兒 我講錯了 他現在考期是因為太陽公公 他有做唱給他很情緒 但是我跟妳講 妳把我的話抱起來 他如果不懂得感恩 他如果不懂得感謝太陽公公 好好做唱 我跟妳講他調到那個單位 去的時候會說 這個是很好很好 結果去上班 那幾浪 那兩個大 為什麼 這個就是老師講的 要繼續的感恩超馬 謝天地 要感恩宇宙感恩太陽公公 那就看他的心態 所以這是我在這幾天聽到這個 跟小王姐講說 超好笑的 如果今天不是超馬 我跟妳講 可能就是要以前的壯 苦年 十年的苦讀 才能夠入侵 看到八年 不知道 他爸爸就是 重點是自己的德性 就像老師講的 上一次淘門那個時候 要去請老師跟他加持 要考醫學術 要考做醫生 請老師加持 老師說 妳得資料不夠的話 然後我再幫妳加三四年 沒辦法考上 所以自己的德資料 真的是很重要 你有那個福 妳才有辦法自己 承擔那個德 所以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福 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 簡單介紹給大家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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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們這超馬的方法 什麼都可以應用 你這個 讀書考試 你給它應用下去 一樣喔 這個 你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它就讓你 會有這樣的一個 結果展現這樣 這就留在給大家 來做實驗 剛才邱恩姐有講到一個 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大家會設定 你要自己設定的目標啊 你設定的目標 你去做有沒有 我們剛才講說 聖房算休嘛 聖經跟環境都要休 這樣 環境就是我們紅塵 那聖經就是我們超馬 那其實 你只要持續的 累積自己的得資料 有沒有 其實天地就會幫你博准 用我們的方法 不知不覺就在轉動了 那其實我們 在這個 新影基因會 也很感恩大家 都來這邊 這個 無私的一個護持 那 也非常感謝 這個美式 這個洛莎姐 慧珍 從凱宗 還有瑞邦 每次都這樣 一直來護士 還有延珍姐 因為這件事情 時間的關係 還有一些家人 也沒有辦法分享到 那我們就留待下一次 阿姨阿姆 剛好 這個 要去那個 3月14日 要去大師回家 所以他可能要留待下下次 那 我們在 新影基因會 其實我們 也幫我們自己做一個設定 那 大家知道說我們 全台灣有沒有 這個 現在基因會 人數最多是幾人 大家知道嗎 100 對 你看 近村 沒有概念 127人 在那個 嘉珍的一個基因會 127人 其實我們 吸引基因會 也是有這樣的實力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這樣 那我們來自己設定一下 因為 剛才講說你設定 那你設定只要大家邀約一個到兩個 而且我們 整個人數有沒有 就會破壞 那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比如說 3月底 我們來設定 就是70人 這樣 到4月後我們再設定100人 這個設定有沒有 其實就是 我們來講說 聖凡雙修 你這個聖境 大家自己設定自己的 那我們一起 大家在新法裡面 就想說我們吸引經會 3月底要70個人 然後4月100人 你這樣 你就是大家都做這樣的設定 其實 你可以來做實驗 這樣共振的威力是很大 然後再 除了這個 我們講的 這基因會的設定 你在設定 你自己 你想要達到 怎樣的一個目標 這樣 透過這樣的共振有沒有 你來做實驗看看 是不是很快 就能夠達到 你想要做到的事這樣 這個都是在我們的 心法裡面 來跟太陽公公 有一個祈求 一樣就是步驟 123這樣 那我們是 邀約大家 一起來努力 來實驗看看 因為其他經會 都是這樣在做 然後他們這樣 設定者 設定者有沒有 他們就100人 這樣 現在每一個經會 都是這樣在設定 因為我們全台灣一起共振 共振 共振 這個威力是很強的 甚至我們 要設定這個 在4月21號 的這個 愛感激起 會想說我們設定1000人 因為你有這樣設定 大家有這樣的想法 去共振起來 你不知不覺 就會做到這樣的人數 這樣 所以這些都 來跟大家 做一個邀約 設定 那彼此一心努力 那希望每一個人 都能夠 越來越幸福越來越美滿 那我們今天的 一個經會就到這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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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 Pride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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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